苏氏外放之后 他为新党成员恶意攻击 最后下役就叫置他于死地 这时候一个叫张敦的人站了出来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从我们先前讲述的那些事实 就可以看得出 苏氏外放之后 他被新党成员 冥枪案件 恶意攻击 最后下役 最直接的导火索 也就是奏章中那几句牢骚话 如果我们大伙以为 苏氏发牢骚是偶然的 那就大错特错 苏氏这个人呢 绝对是个出了名的画牢 毒蛇 吐槽达人 我觉得如果他今天参加脱口秀 他这一个人啊 决定能扫兵全场 比如啊 举个例子 当时人家王安石写了一本自说这样的书 对有些自词的解释呢 可能是有点穿着附会吧 有一回苏氏碰见老王就问 哎 泼字怎么解啊 王安石就说了 泼者土之皮 苏氏一笑 哎 回言道 依您这样解释 华者就是水之谷了吗 我们看 苏氏这个人有时候啊 就是成口舌之能 就是爱怼人 见谁都怼 加上呢 他有一种人来风的这样的性格 跟谁都好都结交 都跟人家推心致富 说心里话也不避讳 也不怕得罪人家 也不看对方是真的啊 是否可以是这种交心的朋友 啊 或者还是居心跑策那种损友 正是因为他那种性格 啊 他这种大咧咧 那省阔啊 才那么容易从他手里得到那些书稿 和诗稿 就让新党的人呢 得到了更多陷害他的证据 所以啊 现在把苏氏啊 弄到了监牢狱了 弄到玉石台狱中了 这帮人是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置他于死地 结果呢 这时候一个叫张敦的人站了出来 啊 就是我们上级所说的 他是什么人呢 你说他当时啊 这个是富和宰相王规的话 火上浇游呢 还是说几句公道话呢 我们马上啊 就要讲这个事 在讲这个事之前呢 还是那句话 大家多发弹幕 咱们多多交流 我们上一集说到 宰相王规 哎 亲自面见 送神宗 小心翼翼的 就询问 神宗皇帝啊 对着苏氏 诗文愿望这一案 他的自己的想法 而且他还把苏氏 写会数的那首诗 其中两句挑了出来 根道九泉无曲处 遂寒唯有遮隆之 你看 这苏氏 这就是涉嫌诅咒皇帝您早死啊 关键时刻 在场的还有另外一位大臣 谁呢 张敦 哎 他就出来说话了 张敦是什么人呢 何方神圣呢 张敦这个人和苏氏是一友一仇 说到友呢 因为他和苏氏啊 从年轻时代起 这两个关系特亲密 他绝对是铁哥们 说到仇呢 于张敦是积极参加 万安时啊 还有送神宗皇帝的变法 历任的编修三思条立官 知至高三思史这些官职 最后官职参知正式 也就是副宰相 所以苏氏一直是指斥变法 因为他们政见的原因呢 他等于就和苏氏成冤家了 这个时候呢 他说什么呢 他落井下石吗 还真不是 他说 自古以来 诗文中的龙 未必专指天子 仁臣也可以称龙 神宗皇帝这个时候也接口 他就说了 是啊 孔明就被称作卧龙 东汉还有巡氏八龙 他就巡叔有八个儿子 个个都是仁宗龙虎 难道他们都是皇帝吗 你看 张敦和宋神宗 这个皇帝和大臣一唱一和 这就大出宰相王规的意料 当时哑口无言 但对这些事 苏氏本人在狱中是根本完全不知情 岛敏呢 无意之中 他又度过生死一劫 张敦和这个王规拜见皇帝之后下朝啊 张敦就暮起冲冲 就质问王规 相公您是要灭苏氏满门吗 王规那老脸一红 胆往狡辩了 我这是听苏胆说的 张敦的脾气挺薄 还挺酱 我对当时这个上司也没客气 呸 他往地下是脆了一口 难道苏胆的唾液你也吃吗 由此可见 不仅苏氏的人缘而好 宋朝当时的那种人文大环境 还确实真不错 因此呢 因为这个诗文对士大夫定罪 当时呢 根本就没有形成风气 苏氏入狱之后呢 社会震动挺大的 各界人士呢 纷纷对他表示同情 上至国家 在载职大臣 下到黎民百姓 都在为苏氏发声 和王规同为载职大臣吴冲 有一次就对神宗皇帝说 陛下以古代人君尧顺为榜样 您一直看不起魏武帝曹操 但曹操呢 猜既如此 他还容得下一个弥横 如今陛下您 难道就不能容下这个苏氏吗 这句话呢 对神宗皇帝来讲 实际上说的挺重的 尚书又曾王安礼 就是王安石的地点 他在觐见神宗皇帝的时候 也进言 自古大度之君 不以言论罪人 苏氏自事才高 一旦是法 恐后世以为不能容人 愿陛下宽大为怀 对此呢 神宗皇帝马上就说了 朕不想申罪他 招他对狱 考核是非 不久将放出 接下来 他对王安礼敲声说 爱情在外面 不要泄露 刚才你我之间的谈话 苏氏积怨太多 阳官问您苏氏的事 害朕 这一技术 我们看续资质通鉴 长编中的卷三百一 当中就有这个技术 由此可见苏氏一案牵扯的事情太复杂 这个官赦的人也太多 连神宗皇帝自己 他也有所顾忌 他也有所害怕 得知苏氏被抓入狱中 他先前做官所在地杭州的父老乡亲 也曾经公开在访市做解恶道场 求告神明来保佑先前的这位苏太守 苏氏后来知道的消息之后 也是内心非常感动 苏氏的一些朋友 包括他从前当官老百姓 如此对待他 那他亲弟弟苏哲 更是整天的为他兄长奔走求告 他就给宋神宗有一篇上奏 一篇表奏 非常感人 一开头呢 苏哲就沉痛的语气表示说 困疾而乎天 疾痛而乎父母者 人之至情影 臣虽草芥之威 而有威迫之啃 为天地父母的哀而怜之 我们可以看 苏奏离上来 马上就动之以情 呼天抢地 而后呢 他就诉说自己和苏氏的一种 守族之情 臣早失忽视 为兄氏一人相须为命 今者且闻其得罪 逮捕父母 举家惊豪 幽在不测 不生守族之情 故为冒死一言 接着呢 偷哀诉 兄长苏氏罪有可恕 苏氏居官在家 无大够恶 为氏父姓余职 好谈古今得失 接下来呢 苏哲还祈求皇帝 如果能原谅我大哥苏氏这一回 我保证他以后绝对不敢再犯了 最终呢 苏哲还表示呢 冤用自己的官职 还为他哥哥抵罪 当然 最使神宗皇帝回情转意的 是什么人呢 就是宋仁宗的皇后 也就是神宗皇帝的祖母 太皇太后曹氏 当时呢 曹太后 为太皇太后病重啊 宋神宗就为了祈祷上苍 还让祖母 这个病好了 他当时打算搞一次天下大赦 于是呢 他就把自己这个意思呢 就跟祖母说了 当时老太太 躺在床上 颤颤巍巍的 就说 据闻苏氏以下台狱 神宗就回答 是 自八月起今 已有两个月 老太太马上叹息说 一即如祖父仁宗皇帝 初得苏氏苏折之日 回宫喜荣满面 约 五金位子孙 得太平宰相两人 西武不积用也 神宗一听奶奶这样 说特惶恐啊 马上就说 娘令勿忧 尚为定宴 哎呀 您您您别忧虑 这个这个老太太 他那个罪还没有完全定 太皇太后曹氏 这个时候长叹一声 轻声言道 官家为我祈福的大赦可民 但放了苏氏 足矣 官家是当时所有的人 对皇帝的称呼 你看 人知将死 其言也善 神宗皇帝 听这个嫡祖母如此一说 也是感动不已 几天之后 太皇太后曹氏 终于一病不起 崩氏在宫中 苏氏当时在狱中 听说这个太后 曹太后 死的这个消息呢 也是心中大痛 他当时还坐婉慈两手 以示哀悼 公共呢 有些人 看到这里呢 可能就有疑问 你看 苏氏一直反对 就万安石变法 他被抓入狱这么久 怎么就看不到万安石 有什么表示呢 实际上这个时候 万安石已经不在京城 他霸相之后呢 退隐山林 回到江宁去隐居了 江宁就是今天南京 因此当时万安石 没能及时知道 苏东坡 这个做事入狱的消息 等到苏氏这场轰动朝廷的 无胎事案 传到江宁的时候呢 御史台那个时候 已经把苏东坡的罪名 都定了 而且呢 当时即使不判他大逆不道 这个诅咒皇帝这个罪 就不杀他 其余的那些 什么讽刺朝廷啊 讽刺新政那些罪 也能判得十年八年的 得知这个消息 万安石是连夜上书 派人飞奏神宗皇帝 就是派人 曾坐国家驿战的快马 马上把自己的书奏 给了皇帝了 书奏当中最关键的 一句话是什么呢 安有盛事而杀财事乎 我们要知道啊 宋神宗一直对王安石非常敬重 他们两个人有诗友之情 见到这封书奏呢 他很快就对苏氏一案 做出最终裁决 下旨对苏氏从轻发落 最终呢 只把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黄州就是今天湖北省的黄刚 而且呢 神宗皇帝还在圣谕当中说 朕之所至 虽非圣事 但朕绝不以文字之罪杀人 更不以文字为狱 而累罪于天下文人 招致千古不绝之唾骂 从这一份神宗皇帝 他下的一招书当中就可以看出 他受王安石的影响 还是最深的 大作家李女堂 在他写的苏东坡传当中 就把王安石称作什么呢 王安石那群小人 如果从这个新闻上一看 好像苏氏是被王安石和他的同伙们 害的深陷灵语 好像王安石这人 对苏氏多不好都不好 确实 乌台试案的主要制造者李定 舒胆何正臣那些人 都是王安石 他的提拔的人 都是他的助手 学生 跟他关系特别密切 苏氏这个人呢 他和王安石算是政见不同 他们俩关系甚至一度 到达水火不容那种地步 但他们相互之间呢 还是有好多的共同点 都是文人 大文人 都是人间奇才 神宗皇帝当时和王安石 那西宁新法 每推进一步 苏东坡道写诗文积讽 当时弄的王安石确实非常恼怒 而且王安石呢 这个人从性格方面讲的 气量狭窄 不能容忍 意气用事 所以呢 他先前就利用手中的权力 对苏氏进行打击报 这个事肯定是有的 但是王安石确实没有直接参与 这个乌台试案 这个制造 这个方面他绝对没有 而且呢 在最关键的时候 他还搭救过苏氏 原封七年就公元1084年7月 当时处于流放状态的苏氏呢 还专程拜访 那个时候闲居在江宁的王安石 王安石呢 听说苏东坡药了 欣喜非常 穿着粗布衣服 骑着毛轮 一直走到江边 迎接苏氏 毕竟这两个人 都是下野无关之山了 苏氏呢 当时也没穿戴那个冠金 这个袍服 昂然走出船舱 望见这位一敌一友的前宰相 当时还坐一 是今日敢以野福 见大丞相 王安石呢 当时还以南朝的人物那种口吻 也是笑着回答说 李一 岂为我被涉灾 这一记载呢 建于宋朝闻人诛遍的那个曲伟旧文当中 哎 言霸 两人相视 哈哈大笑 而后呢 苏东坡在江宁 哎 待了一个多月 在这期间呢 苏东坡和王安石呢 还在半山花园里赏花饮酒 副诗唱贺 一起携手 同游蒋山 哎呀 就是今天中山了 谈了好多好多事 话题呢 涉及古今历史教训啊 当下社会风气啊 人物的品评啊 等等等等吧 尽管过去这两人政见不同 但时过境迁 这两个人是禁军前嫌 分手之际呢 王安石还送给都空拖 啊 这个一张专制偏头痛的一个偏发 而且呢 对苏氏真情的表示 一旦日后你有空闲 你在我江宁啊 这半山园附近啊 建进间草房 没事就搬过来住 咱俩玩 离开王安石之后呢 苏氏还写过四首 赐金工运 其中就有这样的字句 这句诗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他很希望自己能够像王安石 那样 被他劝说的那样 在江宁呢 定居下来 和他为林 但往事如梦 如今想一想呢 啊 已然迟了 王安石那方面呢 苏氏走后 怅然若诗啊 每每和别人谈起 他和苏氏的相会 和诗歌唱和呢 就非常感慨 他怎么说呢 哎 不知要过几百年 才会有苏氏 这样的人物降低人士 这一记载呢 是宋人蔡涛 在西清诗话当中记载 蔡涛是谁啊 他是宋朝宰相 蔡京的第四个儿子 也曾经当过宰相 苏东坡被贬黄州 有此呢 前后持续了五个月的舞台试案 终于有了结果了 苏氏当时虽然被释放 但是御史台还是给他定的罪名 什么呢 讥讽郑氏 他这次被贬往黄州 虽然还有一个团练副使 这样的官号 但根据当时的政府规定 他是不准善离 这一地区的 也没有权利签署公文 实际上就相当于 变相的流放 当时朝廷还处理了苏氏 还处理了好多别的人 苏哲 司马光等等29个人 也都受到不同的诛连 对于他们的惩罚 主要是降级和罚同 罚同就是罚款了 这样的结果 对于李定 先前那些 想把苏氏陷于死地的 那些御史那些人来讲 确实是他们大失所望 舞台试案 牵扯到苏氏和当时的这么多名臣 所以就成为北宋160多年当中 影响最大的一次文字语 当然了 这个和清朝的所谓的康前盛世 发动那些文字语相比 宋朝的舞台试案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宋朝帝王对于世代夫知识分子 确实是比较宽容 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 北宋的文臣也是一直保持强势的 等于就是他们这批人 形成了非常成熟的皇权监督机制 我们回看舞台试案 在苏氏下狱之后 有这么多人不遗余力的去搭救他 这倒不是因为苏氏有个好人缘 因为人缘这个东西是可以想办法 费心思去赢得的 最终让苏氏重获新生的 恰恰就是他那种与生俱来的那种人格魅力 这个绝对是不能练出来的 不能装出来的 苏氏的那种一片的天真 那种纯然的肺腑 那种盖世的才情 那种乐观通透 哪怕是他对手 也忍不住欣赏他 赞叹他 我们要知道 成年人拥有这种天真的性情 实在难得了 后世的学者们讲起舞台试案 讲起苏东坡的 他由他引起的这个案件 零零踪踪好多书 技术如果你看这些东西非常混乱 我当时写宋史的时候 看得我脑袋都疼 估计没多少人看过宋朝书氏的老乡 有个叫求识万的 他写过一本什么书呢 《东坡 乌台诗案》 这部著作实际上也不算什么创作 就是一个文件汇编 其中详细技术几乎全部 有关舞台试案的这个暗宗明细和内容 包括那几个御史和建官所写的渣子 也就是给皇帝那奏书 包括对苏氏和每个关联之人的这个诗歌全文 还有从中摘出的涉嫌内容 以及御史台最终对苏氏审判词的全文 根据当时求九万 他编传的这个文件汇编 我们就可以发现 受苏氏舞台试案牵连的人当中 有三个人受的处怕罪重了 而当朝驸马王申当时被罚的最狠 这是为什么呢 这驸马爷为什么被罚的最狠呢 我们下一集仔细讲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怕感冒 用枕瓶 我们要知道屏风 小大小小 大屏风一般我们都很熟悉 都是用来分隔室内的空间的 小屏风干嘛用的呢 你看宋代放在桌上的小屏风 叫燕瓶 放在船上的呢 叫枕瓶 燕瓶有三个功能 第一呢 放在燕的这一端呢 挡风挡沉 第二呢 挡在太阳光 因为这个日光啊 或者是烛光啊 投射在墨汁上 反射出来那个光挺伤眼睛的 因此用燕瓶来挡光 第三点呢 就是装饰作用 宋代文人有个叫赵熙胡的 他有本书叫洞天青路集 上面就说 古燕瓶 自东坡山谷始作燕瓶 也就是说呢 苏东坡和黄庆坚 他说他们两个人发明那个燕瓶 燕瓶说完了 那枕瓶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枕瓶在唐朝时候就有 当时呢 被称为枕杖 到了宋代呢 因为当时啊 那个床榻四周啊 基本上是没有围子的 因此在睡枕一旁呢 常会安放一个小小的枕瓶 干嘛用呢 专门就来为头部来挡风的 这枕瓶呢 就是当时人们在夏天 还纳梁三件套之一的 那另外两件呢 是什么 就硬枕和梁床 看到这个枕瓶啊 这个使用呢 有人可能就问 你看 你既然纳梁在夏天 你吹风就是为梁块啊 那梁块多好 你怎么还专门弄一枕瓶 把脑袋给挡上了呢 哎 古代养生专家呢 对此就给出标准答案了 说什么呢 风者天地之气也 能生成万物 亦能损人 出入奏礼之间 建置基伏之内 内传经脉搭于脏腑 传遍既广 为患则深 所以呢 避风如避矢 我们想一想 就古人啊 把这个风啊 把这个梁风 就把它看作什么呢 非常有杀伤力的 见矢一样的东西 就觉得这个风不可不防 有些人睡着的时候 这种说法 实际上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就像我们夏天吹空调 吹风扇 你也不能直接对脑子吹 还弄不好啊 吹成面瘫的都有 枕瓶这种风雅的物件呢 到了明代 还销声匿迹了 为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 明朝建筑 大量都使用砖墙了 因此就不需要这种枕瓶来挡方了 再加上这枕瓶的主体呢 就是用布啊 捐啊 纸啊 这一类不易保存的材质 做了 因此枕瓶啊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啊 所以说连一件实物都没流传下来 当然了 以后从哪儿 考古挖出去做木 可能有枕瓶 那可能是以后的事儿 因此如果想看枕瓶是什么样 你只能在宋朝那些画里头 偶尔能看到这种东西 没一说中国史 说着你不知道的事儿 下次见